昌平长玉城也是近两年有名的京郊景点 可以徒步玩水打卡大风车吃猪蹄业 网上也是各种种草的广告非常多 今天我就带您实地走走长玉城 希望您看完视频以后能更清晰的了解长玉城 昌平长玉城村历史上是明代保卫北京的重要官城城堡 三座边城之一周边也是明代的长城 最知名的是昌平海拔最高的长城叫高楼 海拔1400多米 也是知名的徒步路线 地图上叫黄楼挖 如今到长玉城的游客 主要是登山打卡山上的大风车 以及在村里品尝猪蹄业 长玉城村位于昌平的最西段 紧爱着河北的淮泪县 其实距离玩水的白杨沟并不太远 公交车有长33路 但是由于路征太长 往返至少需要6小时 所以我就不推荐了 自驾车您可以直接导航长玉城村 从北三环马店到这里 大概1小时40分钟 去长玉城的路上 您还能远远看到大风车 这些大风车属于河北的淮来 在长玉城村的村口 设有停车场 周末游客多的时候 车只能停在停车场 停车场距离登山口 有1.6公里 来回就是3.2公里 不过这段路平时没有人管 我就直接开车进村了 明代时长玉城城关 就分新旧两座堡垒 两个堡垒加一块 粘地面积还挺大的 村里有一些古堡的遗迹 民宿超市餐馆都挺多的 来这里旅游的游客也不少 村里办猪蹄宴的农家也不少 一般是次个人起的套餐 每人60滚宝 最有名的好像是老月家猪蹄 菜品不会让您觉得有多惊艳 也不会让您觉得有多难吃 就是农家的卫生和水准 注意苏鱼好像是不能续的 穿梢而过 一路往上开 最后到头就是登山不到的入口 我去的时候正在维修 停车场很小 也就能停十几辆车 有卫生间 登山以后就再没有卫生间了 从停车场的台阶上山 右边是条水泥路 也能上山 个人感觉还不如台阶路好走 反正两条路最后都是会合的半山腰 走到头就是半山腰的水库 您看着感觉离风车是越来越近了 实际上还远着呢 在水库边我看到了猴子 下山的时候有人专程来看猴子 结果没看到 没想到能看到猴子还挺幸运的 看样子啊 这猴子还挺野的 不过呢 像我这种携带登山障的 单只猴子是不敢招惹的 水库面积不小 水呢挺深的 看到有人在钓鱼 都是小鱼 水库边写着 禁止钓鱼 水里的蝌蚪呢也不少 网上有人呢 种草过水库 拍照呢 确实挺好看的 但实际啊 水深 有专门的工作人员看管 您拍照可以 但想下水 或者到水边就不行了 所以带孩子来水库玩水啊 是不现实的 而且确实存在危险 何况呢 一会儿有更好的玩水地 带娃没变来水库玩水 在水库旁边的木栈道啊 会有岔路 长玉城原本啊 是一个环线登山路线 可以执行上山 右边下山 或者是从右边上山 执行下山 爬升高度不高啊 只有400米 不过路程还挺长的 不常运动人啊 心里我准备 右边路啊 去年被冲毁了 据说上面路被冲的面目全非 所以只能执行上山 不用做选择了 执行十多米呢 就是一个休息的长座 估计周末啊 这里有卖水的 附近有吸水 还挺干净的 水量不大 但是水质不错啊 在这里露营玩水还真不错 不过从山下搬装备上来啊 确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我看丛林中啊 好像还有专门露营的场地 一路向前啊 都是平路 吸水就在旁边 道路两侧整洁干净 虽然也会有零星的垃圾啊 但是比收费的虎玉景区 这样也强不少 周边的环境是真好 会提示有毒虫 估计是蛇一类的 不过这里的小飞虫啊 明显比虎玉少多了 但也不是没有啊 带娃还是要注意防虫 走到休息亭呢 就到了水源头 吸水的源头 再向上呢 就正式开始上山了 都是台阶路 需要走一段 跪在坚持 当您看到护栏呢 就预示的快要到山脊上了 离大风车呢 会越来越近了 先到山上的休息亭 这里呢 可以休息一下 挺凉快的 风景也不错 休息亭旁边啊 有一条小土路 上去呢 是公路 不要走啊 一是危险 二是有更好的路 同样能到公路 没必要走这条路 从休息亭去观景台 观景台的风景啊 也还可以 再从观景台往前呢 就到了戒碑 北京昌平和河北怀来的戒碑 旁边的公路呢 就属于怀来 从公路还可以到大风车下面去拍照啊 大风车这里自驾车是可以上来的 我下山以后啊 也是开车重新回到大风车这里 如何自驾车到大风车下的公路呢 我会放在专属的视频里 继续走 顺着一道 最后就到这个 风火台 从戒碑可以继续往上啊 到风火台 因为风火台的风景啊 最棒 看着高啊 有十来分钟就上去了 路况比较滑 反而是下山需要小心 挂了多少个条啊 好家伙 最后上风火台之前啊 旁边路就是刚才 岔路口往右去的路 会到这里 现在这条路呢 还能去昌平海拔最高的长城高楼 上到风火台啊 应该是修缮过了 站在风火台上风景不错 向北远处是长城 昌平高楼段 和河北怀来的圆楼段 向西北方向呢 是只有风火台才能看到的关停水库 向南方向啊 就是来时候的长玉城村的水库 从登山口到风火台啊 普通人单程在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 不常运动人啊 需要两个小时以上 不过难度不大 跪在坚持都能登顶 在风火台打完卡以后啊 就可以圆楼返城了 返回登山口呢 我用了一个小时 如果您觉得我的攻略对您有所帮助 请支持一下看看我的橱窗